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富江之恶魔再生》 故事一开始,一个短发女拿着一张很多人的合影 这并不是一张普通的合影,照片上的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 那部分人还莫名其妙地进入了精神病院 这所有的一切都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叫做富江 富江当年的出现让照片上的男人都像中了毒一样 疯狂地迷恋上了美貌绝伦的富江 女人们都对富江嗤之以鼻,甚至记恨他 富江也毫不手软,女人们怎么对自己,自己就怎么再还回去 之后富江开始用自己的美色到处勾引男人 故意让男生们对爱恋他们的女生痛下毒手 甚至把他们绑在一起喂蟑螂给他们吃 但可是富江始终没有顺从于任何一个男人 到最后女人们都因为痛恨富江想弄死他 而男人则因为太爱富江却得不到他,所以也起了杀心 富江是一个得了怪病的奇女子 他的细胞能够不停息地不断繁殖 就算被杀死被肢解 他的所有身体碎片也会慢慢生长出一个新的富江 包括断发 也正因为如此,富江二十多年都没有理过发 在富江这个名字出现的二十多年里 富江不知道已经被杀死了多少次 但他每次都能够复活 这天一个小伙因爱生恨将富江推下了悬崖 断发女听说后就连忙下去查看尸体 在看到富江痛苦的身体时 心生怜悯流下了眼泪 而富江却说 你没有经历过死亡就不要在这里假惺惺地哭了 其实富江的内心又痛苦又无奈自己死了这么多次 每次都是一种煎熬 却总也逃不了死亡再复活的命运安排 为了都能够得到富江 男人们决定将富江再次杀死 然后将尸体分成38份 一人分一块肉回家 没过多久后 另一个全新的富江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还一脸怪笑着对大家说 大家都怎么了 瞬间众人开始混乱 他们知道这是富江回来报复了 其中有四位人 因为承受不住精神压力选择了自杀 剩下的人也被吓得进了精神病院 据今为止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这天短发女偶遇了一个奇怪的男子 男子因为多年前见了富江一面 直到今天都久久不能忘怀 男人掐着短发女的脖子 逼问他富江到底现在在哪里 声称自己实在受不了 看不见富江的日子了 最终短发女只能将自己包里的富江的心脏 交给了男人 可是等男人走后 短发妹的脸慢慢变成了富江的样子 开始在那里大笑 不认为这一切